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启动柜里面的元件 这两个是比例法 这两个是电磁法 然后这两个是角座法 然后我们认定这一个为内层器比例法 这个认定为加层器比例法 我们可以认定为这个为加层器电磁法 这个为加层器角座法 这个我们可以认定为定径到真空电磁法 这个认定为定径到真空角座法 然后我们下面进行气动柜的一个气路连接 下面我们开始接这个气动柜 我们先接两个比例法的进气 其实摆着吃的 这是从那部Road的成果 我每天都接近大约都 faire 这是五月平的颜柜 这个总这些饭匙 头发出点夫人 这丁度唉 求你 我推把马屋 然后决定 这里找了你们 点 这个比例阀进气这边有 踏到比例阀进气上面 现在我们指定这个为内存器 内存器然后我们接到这个表上面 来处理一下 再放入底 现在我们用砂河用测试 内存器接到表的同时 然后接到侧面 内存器出气上面 现在内存器这个部分就接好了 然后我们再接这个加层器 我们加层器通到这个加层器的角度阀上面 通到角度阀之后 我们然后通到这个表加层器的表上面 加层器切压表 我们还要在这个加层器中间剪掉 然后再通一个三通 通一个三通的作用是做它的一个出气 接到也是接到这个气通柜的侧面去 对 对 因为加烫器有的时候需要放气 我们要把这个放气动作 动作这边的这个气给它接上 现在我们接的是丁净到真空 丁净到真空我们从侧面 丁净到真空进去这边接 丁净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通过角度阀出气的一个丁净套真空 然后我们接到这个丁净套真空这个表上面去 然后一边接到侧面的丁净到真空出气上面 因为我们丁净到真空也需要有时候是关闭和停止的状态 我们把它的一个气管接一下 我们这个冷净套真空 两个电磁阀也需要进气 给它提供动作 所以我们把这个进气 两个电磁阀的进气解一下 气动柜侧面有一个电磁阀进气 然后我们给接上去 现在我们这个气动柜已经接好了 感谢观看